大佬举起枪,准备干到眼前这个男人,男人却侧身躲过了,大佬连开树枪之后,此弹被岩石反弹,击中了男人的后脑,男人应声到地,但身旁的小弟们却一拥而上,和当地的黑帮撕拉起来,男人叫阿狗,或者十几年黑社会,但却只能卖花圈,陷入中年危机的阿狗,和兄弟阿猫接了一个大单,但由于阿猫的疏忽,这个订单很有可能就要了他的命,他们找到白哥,希望取消订单,但白哥却警告他们,千万不要做小动作,无奈之下,他们只能盯着传 等待下一步指令,不久之后,白哥的指令到了,狗哥和阿猫来到了指定酒店,接到命令,让他们杀了白哥身边的黑衣人,阿猫直接就冲了过去,随后开了枪,他本以为杀掉黑哥万事大吉,但却被阿狗给拦了下来,榴弹不小心射动地赶来到阿珍,因为阿猫的枪声,整个酒店乱作一团,随着现场的灯一黑,数十杆枪立即开火,等到众人反应过来,整个房间只有阿狗的枪里有子弹,阿狗凭借着这把枪,把受伤的阿猫和阿珍送到了医院,不久之 也被小弟送了进来,但他们并没有阿猫幸运,死在了医院里,警察把阿狗带回警局,却让阿狗遇到了大春三人,原来,他们几个来台湾投靠阿狗,却没想到阿宝在路上被人封进了灶台,而小春也落海身亡,因为白哥和黑哥的意外死亡,当地最大的黑帮投资圣公,看上了重情重义的阿狗,阿狗被人带到了医院,没想到圣公已经等候多时,原来,圣公的妻子被人用板钻砸了脑袋,成了植物人,圣公为了方便照顾妻子,所以搬到了医院, 圣公告诉阿狗,砸妻子脑袋的人是香港人,阿狗突然想到不就钱,阿猫曾经砸过一个女人,不会这么瞧吧,但转头一看,小弟们正推着阿猫来到医院,阿狗突然暴怒,拿起水果刀切下了阿猫的手指,之后,又强忍疼痛切下了自己的,圣公直接懵了,再回头看看妻子,瞬间明白了一切,情绪激动的圣公,要杀了他们,给妻子报仇,但谁知此时小弟报告,说凶手已经找到了,就是阿狗的小弟大春三人,原来,三个人来到台湾没有钱, 于是便干起了抢劫的勾当,圣公把他们带到屋外,一根高尔夫球棒,打得小弟们鲜血直流,阿狗说自己已经切了手指,希望圣公能够放过小弟,却没想到,圣公一把枪,自己的命和小弟的命,阿狗怎么选,圣公连开竖枪,阿狗侧身躲过,但该来的始终会来,一颗子弹被反弹回来,击中了阿狗的脑袋,瞬间,顿时鲜血直流,此时,在场的小弟纷纷起身,随后一拥而上,故事的最后,阿狗活了下来,但也成为了终身坐在� 本椅上的残废,鸿门的大佬找到阿狗,并且承诺,让他成为台湾地区的化石人,而狗哥的故事,似乎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,回想起之前算命大师的话,其实无论阿狗怎么选择,似乎都得不到完美的结局,答应阿宝来到湛江,却落得个惨死他乡,但另外一种选择,结局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完美,冥冥之中,命运就像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细丝,让你在设定好的路上行走,你以为你改变了命运,但熟不知,这其实就是命运的真相而已